大家好,新一期的记者观察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Jennifer,今天由我跟可阳跟大家主持这一期节目 咱们新闻刚刚登的就是美国高等法院现在通过一项法案 是在全国范围内是不允许任何人露宿街头 那你姐详细地给大家聊一下这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美国最高法院6月29日做出决定 就是允许美国的城市强制禁止游民或者是无家可归者在户外睡觉 那这个规定的话就是相当于是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市都得执行 就是以后再有露宿街头的人就可以强行执法 但是他其实没有具体的说明就是说怎么执法 难道就是说把这些游民逮捕起来吗 关在监狱里边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对,但是他过去也有罚款 像另外一个州是200美元以上的罚款 但对这些人来讲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这个政策一出好像也遭到了像这些民主党的州 包括加州洛杉矶的反对 洛杉矶市长也对这个进行了批评 洛杉矶的话应该是属于全美国游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所以说这个其实影响最大的就还是美国西海岸的这些城市 那如果有了这项法律的话呢 不知道洛杉矶这边会不会强制执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天洛杉矶郡和洛杉矶市都发表了这个游民数字新的统计方式 都表示有10%到15%左右的这个游民人数的下降在街头 修建的这些shelter就是临时庇护所也开始有进去的人数也有增加 这个详细的数据肯杨你有了 洛杉矶游民服务局 他们是就是每年在1月份的时候会在全洛杉矶地区进行这个游民统计 然后就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可能是最后把这些统计的数字再公布一下嘛 所以说根据这个今年最新的数据 6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的话 就是这个洛杉矶County的话 它这个游民的人数是有下降 但是其实并不多 只是比去年比前一年的话减少差不多100多人 就是等于是2023年的时候 这个洛杉矶郡的游民有75,518人 然后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有75,312人 所以说其实下降的并不是很很大规模的 另外呢 它就是建造这些游民庇护所也花了很多钱 建造一座一个公寓的话 大约是造假是多少 是60万还是多少万每年 对60万 就是因为在就是本月初的时候 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游民巷 它有一栋这个专门为游民盖的这个叫游民公寓 19层的游民公寓就举行了一场那个开幕仪式嘛 这个大楼就是反正还特别漂亮 然后里边有好多就是不同的这种有这个一房一房的一居室啊 然后还有那种单间 然后就是里边还有什么健身房 还有电脑室洗衣房 就是全都是为这个楼山西周边的这些游民准备的嘛 这一栋楼好像是大概花了平均说这个每一栋公寓的话 它差不多造价是60万 每一栋公寓是指的是这个一个居室的嘛 对对每一套公寓嘛 每一套公寓造价60万 那这个这也是相当于是豪华公寓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上面的钱是非常多的哈 这些年投入的在移民解决这个方案当中 其实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事 游民能不能搬到这庇护所里边去 这里边有很多关键因素哈 首先是这个游民他愿不愿意搬进去 很多人他并不是愿意搬进去的 是吧 对因为就是以前这个媒体也经常 会的报道嘛 就是他们会采访一些游民 然后有好多都是就是说 从这个 其实是从这些住房里边出来的 因为他们说就是 这个住房里边 你住的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像你家里边一样那么自由 就是他每天好像就几点要关灯 然后里边又不能吸烟 然后就是有很多规定 然后对有些游民就是说 他说这好像就跟监狱一样 这要管着我干这个 干那个 我还不如在街头上面 自己想什么起来 想什么睡 想什么 什么时候干什么 就是比较自由嘛 就是其实有一些游民 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 其实这个社会问题 他解决的并不是从根本上 而是不断的加钱 不断的加钱 我上次听到一个加州的民选官员 他也曾经说过 他就是说 并不是简单的游民 或者是盖了房子单方面的 因为关于这个游民的服务啊 游民的医疗啊 福利机构啊 以及这些能从游民这个项目当中分到钱的机构是非常多的 其实并不是说你想解决就马上能够解决的啊 对 不管是游民 你还要给他们提供就是比如像教育啊 然后心理健康服务啊 还有这医疗服务啊 然后有的时候要帮他们找工作呀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 每一套这个游民住房之外要花的钱 还是很 很多钱 很多钱要雇佣很多人 是很多人在吃游民这个项目上的钱 靠这个生存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现象 另外一个现象值得关注的就是 到这个洛杉矶郡的督察 Solis他在他的今天的一个statement里说 他现在在盛盖博谷的一些城市 像哈冈啊 Bowman Park 包括Pomona Saint-Dimas 都有一些 把一些原来的酒店什么的 改装成游民的公寓 当然这个在哈冈也引起了很持续的居民的反对 大家认为把这个在没有考量好周边这个支持项目的时候 就把游民从洛杉矶就从其他地方运到这里来 然后从这里做游民的这个拘留所 这些在其他城市包括Arcadia什么也都遭到过反对 但是这些地方呢是洛杉矶郡的地方 所以他想改装成什么呢 实际上洛杉矶郡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我看到今天在他的这个声明当中呢 也有说就是这些地方的游民拘留所也基本上快盖成了 那以后呢可能接下来就是游民安置的问题 其实在这里我想提的一个事情就是 有一个叫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就是有如果一个街上有一个窗子被打破了 你不及时的把这个玻璃换掉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陆续的有玻璃会被打破 因为大家就觉得这个气氛是允许乱来的 或者允许打破玻璃的 那这游民问题解决的根本呢 并不是说你在一些好的社区 或者一些城市里建多少的游民的拘留所 把游民放到那个地方 他就会就是解决了城市里面的这个问题 其实呢他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相应的 包括吸毒啊卫生啊一些相应的社会问题 那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些民选官员 都是暂时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近两天的话我们这个新闻其实有很多 就是关于在比如说这个Santa Monica 这游民袭击人 就是无故的在这个海滩上面袭击人 然后甚至就是想要性侵女士那种的 这个其实还是挺感觉到不安的 对啊 在威尼斯不是有两个女人在散步的时候被杀死吗 所以也是就是弄的这个整个的社区 就像一个苹果有一个烂的地方 你没及时的挖掉它 以后这些烂的点逐渐多的话 你就顾不过来了 现在有这种如果再向外扩散这种游民的地方的话 不知道它相应的这些管理措施 它是怎么跟上 这一点是挺让人担心的 对而且还有就是说游民箱 它其实它是流动的 就是说你把它安置在这 它不一定就在这待着啊 它可以坐汽车坐火车 走去到它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你不可能 它不可能说是真的是就一个监狱 你把它放在这它就不走了 这个情况这些年 这十年十年十年十五年变化也挺大的 我记得刚做记者的时候 每到过年过节 我们都去洛杉矶市中心的游民巷 去看那些政治人物 去慰问游民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游民集中的地方 还是比较少几个点 现在几乎南加州洛杉矶县的啊 各个城市都蛮多的了 就是随处可见 每个城市几乎都能见到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 这个洛杉矶市中心 就是一个游民巷这个地方嘛 它是很多年历史 就专门有周边有好多游民服务的这些机构 也有一些游民 它其实是很友好的 它看着你给你笑笑 然后也不会打扰你怎么样 有问题的 其实就是让人还不安的 就是那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随时可能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可能会爆炸 而且他们的话又不会说 听你的安排 他们都是到处游走的那种呢 所以说就是 你有的时候像在那个沙滩上啊 或者是什么在那个步行街啊 就最近发生了很多起 这种就游民袭击人的事嘛 所以在今天他们宣布的 这个新的数据上 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新意 或者是进步呢 这个游民统计这个问题 我也不是特别的 你不是还跟着实际的去 看我的游民统计 是去了这个城县的 这个游民统计的这个活动 然后就是早上 差不多四点多要起来 然后去就是 跟着他们那个 城郡政府的人 到处去找那个游民嘛 但是就是因为正好 他统计游民统计的那几天 其实是正好下雨 所以说在路边的那些游民 我们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就是原来在那个路边啊 还有铁路旁边啊 还有这个商业中心的那个停车厂里边 那些游民 其实都走了 也不太清楚 他们是就是只是在旁边找了地方躲起来呢 还是说跑到收容所里边去住了 所以这些人就没有被统计到 所以说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他们这个 罗伞基的这个统计 是不是比这个城郡更周密一些呀 他一方面是为了他的政治宣传 另外一方面 我观察近年来不管是哪里有灾害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很会向联邦要钱 就先是说要各种各样的基金哈 就是grants 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吧 这戒指观察是不是有实际的 有效的方式呢 能够减缓或者是遏制这个游民的 这个犯案的情况 对就是说只能希望这个真的是政府做的工作 做到位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洛杉矶市长 Karen Bass她在上任的时候 她第一项任务就是说 要安置洛杉矶的游民 所以说自从上任以来 她其实一直在努力 就是推动这个什么住房啊 然后还有游民服务啊 就是说希望真的是 她做的这些工作取得成效了 然后导致这个游民人数减少了吧 在巴斯竞选市长之前 我也从一个小范围的筹款会啊 跟她聊过这个问题 她当时曾经说 她说解决游民问题不能光从表面上 盖房子啊什么的来做 要从这个根本上来做 一个是解决他们成为游民之前的 这个基础啊 生活基础 另外一个她成为游民之后的一些安置 和未来的安排 那她说的呢 虽然没有具体的措施 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从根本上 她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她上任之后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啊 所以看到的也基本上是比较表面的一些工程 字幕志愿者 由于中共作词